这是周拉 OK这是周拉说新闻 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分 但是我和顾六一定让你满足 如果准备好了那么我就开始浪读 首先咱们一起来到长春 狩猎滴滴百姓轨车正式载客运行 也形象的对它为铁轨上的塔巴和坐公交车一样 方便没啥相差 接着咱们一起来到上海欢乐谷 万圣街快到了当然要以南瓜为主 打造上海最大的南瓜欢乐王国 到时候更好玩千万别忘了 正在福州举行的全国糖酒会 一只麻绝也不想错过这机会 飞到洋酒产品上就就不舍离去 不喝多哪能走来一趟不容易 人可知道什么叫中国是过马路 这鸟人群以上交警都拐不住 山西太原皮分发生这种情况 要按交通贵的为自己安全着想 高二负命星赛在海口举行 现场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小明带着家长球杆大修球技 不知敢不敢和专业选手相比 我把钢囊style 钢囊style 鸟术的影响力可真是不小 为防高中运动会大跳骑马舞 学生们很卖力不想输给鸟术 像年来认识一位美国的女童 每天上学生的穿着都会不同 各种历史人物形象打扮自己 而且她的父母也非常痴迟 最后一起来到肯尼亚动员 想像被滚枯顶中无法动弹 大象妈妈求急的走来走去 只好救援人员 营救的吉士 好了今天的新闻已经播报完毕 重点苦流往年格千万别忘记 我是周拉也期待您的关注 有了动力才会做出更精彩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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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动力才会做出更精彩的节目